无论全球股市还是大宗商品 持续下跌连绵不绝 一开始欧美股市说受中国影响下跌了 回过头来他们的下跌又影响了中国的股市 特别像足球看台上的人浪 转了一圈又一圈停不下来 已经形成金融危机后最大的下跌 这种惨无人道的下跌 还有了一个新词叫投降式抛售 短期唯一反弹的就是黄金 可是大家都知道黄金最大的功能是什么 是避险就是规避风险 它越涨越反过来说明风险再加大 不过估计中国大妈的黄金还套里 也没赶上抄底 本来前天国务院批准了养老金入市 入市最高比例是30% 据估算这将带动一万亿长期资金入市 按说是利好怎么扛不住了 因为这一轮不只是股市的事 而是担心经济出事了 其中最主要的担心是中国经济出事 各位都知道中国经济最近形势不是特别好 各方面的指标 无论是GDP还是什么经历人采购指数等等都在下滑 所以政府一直在加紧工作要稳增长 要全民创业 但天不随人意 8月12号开始人民币汇率突发历史性的贬值 雪上加霜 人民币贬值对中国经济是利是弊 各种说法都有 但从人民币断崖式的贬值的姿态上来说 感觉是凶多吉少 这还不算紧跟着人民币的贬值之后 亚洲国家货币集体竞向贬值 无论是印尼的卢比还是新加坡园 无论是新台币还是越南顿都纷纷跳水 其中马来西亚货币叫林吉特贬值最为凶猛 8月14号林吉特对美元一度暴跌1000点 跌幅2.9% 刷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的新地 是不是17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要卷土重来 是谁引发了这貌似第二轮的亚洲金融危机 外界有人把它跪接于人民币 跪接于中国 英国金融时报的全球市场评论员 Jimmy Chisham 他就认为说 在美联储今年加息的预期和中国需求增长 放缓的双重打击下 许多新型市场都遭遇了抛售 全球供应充裕 也增加了大宗商品的抛压 如今投资者正在抛售投资组合里边的风险资产 这轮股市大跌的主要根源 那是在中国的内地 Jimmy Chisham他就指出说 市场担忧中国经济疲弱和A股波动 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 但眼下有所不同 8月中国央行宣布要完善汇率形成的机制 而后创纪录的幅度大调 人民币的中间价 引发了人民币明显的贬值 那交易者呢 就把央行的此举就解读成什么呢 中国政府越来越担心国内经济下滑 其实早在7月的时候 美联储的会议上就提到过 担心A股下跌 中国政府呢 8月引导人民币的贬值呢 又让美联储对中国的担忧开始加重了 那我的朋友马光远呢 为中国政府的动作他就辩解说 他说的确在人民币汇率8月12号 进行历史性的调整之后 亚洲很多国家的货币呢 应声贬值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这不是挑起货币战争 人民币贬值 只是人民币放弃了过去人为 维持在高位的做法 回归市场正常汇率的自然调整 马光远说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就是亚洲国家货币的贬值 只是一个表象 这背后是全球金融危机 在经历7年之后 到了最后真正话句号 和寻找买单者的时候 很显然和过去很多次金融危机的逻辑一样 本次金融危机最终肯定 还是以新兴市场陷入衰退 而宣告终结 中国市场 新兴市场的老大 该买单了 我们还是回到股市吧 有人把政府比作东方不败 说呢 这位大师呢 和其他武林人是一样 奉市场经济为正宗 但是又身揣五样独门暗器 一个呢 就是天量的国有资产 二呢 是巨额的外汇储备 三呢 是无限的这个印钞权 四是不受限制的这征税权 五呢 就是对经济信息的垄断和操纵 于是在风波险恶的江湖 这位叫政府的大师 总是化险为夷 身为远波 政府万能了 其实呢 这五样暗器呢 都是行政手段 对市场经济而言 轻易呢 动不得 只是最近江湖险乐啊 东方不败的 投资拉动的这个金单 和土地财政的这个 葵花宝典 都不管用了 那五样独门暗器 也试了一试 总是不如人意 于是 终于琢磨出一个 惊世骇俗的大暗器 就是什么 拉升股市 顶层设计呢 是好的 但所有的操作呢 都得思思入口 分秒不差 人脑必须胜过市场 否则 这魔鬼一旦被放出 潘多拉之河 连制造他的人 都没法控制 结果我们也看到了 魔鬼真的不听话 不论是政府牛 还是国家市 不论是来了游击队 还是解放军 警察都出动了 结果 恶意做空的是不许了 都是灰泪做空的 无论国家队 还是大爷大妈 满盘结束 爱哄便宜 其实呢 对经济呢 对股市呢 国外也有行政干预 但是它有一些底线 比如说 美国的社保基金 80年不入股市 为什么 第一 他们的政府认为 社保基金是 国民养命的底线保障 必须安全第一 为此呢 美国由联邦政府 为社保基金的 保值增值来买谈 由财政部 向社保基金发行 不允许转让的 特别国债 参照什么呢 通胀啊 市场利率等因素呢 确定它的回报率 第二呢 美国人呢 他崇尚自由市场 和自由竞争 反对垄断和行政控制 认为这社保基金 是一个规模庞大的 联邦基金 如果一旦入市交易 那就会形成 市场控制和价格垄断 有损市场公平和效率 因此不能容忍 社保基金入市 回过头来一对比呢 大家都知道 中国呢 有自己的国情 政府呢 不大可能 为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来买单 于是呢 只好让他们到市场上去觅神了 中国的企业年金呢 早已经入市了 如今 社保基金也入市了 当然 还是有所控制的 给社保基金设立了 30%的底线 不仅要社保基金 自己去找食物啊 政府还希望 社保基金成为 稳定股市的 震海神针 让它在血腥的 这个股市当中 杀出一条血路 于是我们看到 在貌似的经济危机 即将到来的时候 社保基金挺身而出 谁要说 A股市场没有政府的独门暗器 那他是在卖萌呢 当然股民们都知道 有更多的资金入市 那对股市是利好啊 可是令人纠结的就是 社保基金是养命的钱 现在就不够 所以才需要到退休年龄的人 要延迟退休 那一旦入了股市 亏了 那就更惨了 也许我得看到 80岁才能退休 怎么办呢 我们就得想办法呀 别让这社保基金赔钱呢 想什么办法呢 我猜 无论你想的是一个什么办法 那都不是一个市场的办法 因为只要是股市 就没有人保证他不赔钱 只要保证了 那就不是真股市 没有谁是东方不败 能救股市的 只能是真的股市 能救市场的 也只能是真的市场 本周第二关 中国这边 股市连续四天大跌 并带动了全球的小伙伴 稀里哗啦 一个一个倒下 没有人认为 这个股灾 是为了一个光辉的结局 而做的苦肉计 那是真正的人生痛苦 是对咱们兜里的 这个真金白银的喜结 有评论就豪迈的宣布 有史以来 这是第一次 我们见证了 从A股 到欧美股市 再到A股 再到欧美股市的循环暴跌 先是上周五 A股大跌修饰以后 欧美股市大跌 接着周一开盘 A股再次出现恐慌性的暴跌 然后A股修饰以后 欧美股市再度的大跌开盘 道匈斯甚至直接跌了1000点 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最大的跌幅 也不知道有没有老美 像中航集团老总林佐明一样大喊 说这是冲着星条旗来的 过去中国人很谦虚 不相信自己打个喷嚏 老美就会感冒 话说过去还真有过 2007年春节过后 2月26号的时候 周一开始开门红 但周二就来了一个 近十年的最大单日的跌幅 然后又暴涨暴跌 也大开大喝 谁闹了这么大的动静呢 当时大家抱怨呢 那个时候程思薇先生还健在 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 之前的几天 1月30号啊 程思薇在迪拜召开的 英国金融时报 中国中东峰会上 他曾经发言说 中国股市泡沫正在形成 投资者应该关注风险 他还说呢 从利润回报率和其他指标来看 70%的内地上市公司 没有达到国际标准 在牛市行情当中呢 人们的投资呢 相对不理性 每个投资者都认为自己能赢 但许多投资者最终都是输家 哎呀 今天这话言由在耳啊 那段时间呢 经济学界公认 宏观经济中出现了 人民币流动性过剩 数十万亿的这个油资 在股市啊 楼市啊 等等资产市场上 兴风作浪 导致这个股价 楼价出现了多年罕见的暴涨 世界上的事呢 有的呢是只能做不能说 一说就破 这泡沫还用说吗 不说股民们就不知道有泡沫吗 股民不就是奔着泡沫去的吗 在一国经济的崛起的时候 资产升值啊 房价涨啊 货币升啊 股价上窜啊 有泡沫 那不算个问题 没有泡沫 那怎么升值啊 美国如此 日本如此 亚洲四小龙也是如此 今天轮到中国了 资产升值 那是必然的 没有泡沫 是不可想象 和以前不同的是啊 当时新说法叫 中国股市影响世界 这让很多人呢发笑 但事实是呢 在中国股市重挫以后 2月27号 纽约三大估值也上演了跳水 道指狂泻了416点 市场一夜间蒸发6000多亿美元的市值 CNN呢 趁机就忽悠说 以前呢 都是我们打喷嚏 别人就感冒 现在呢 反过来了 是中国人打喷嚏 美国感冒了 你看老美都这么说了 北京的参考消息的编辑就骄傲起来了 3月1号的通篮标题就是 中国股市影响世界 这似乎还是第一次 3月2号的标题是 股市跌后 世界依然看好中国 哎 这让人感觉 怎么一个孩子 做了坏事 大家依然宠着你 怕着你 忽然我想了一个问题啊 就2007年 中国股市引领了一把世界潮流 2008年就闹了全球金融风暴 是不是咱们提前预计到了危机呢 这是我瞎猜的啊 当不得真 还是回到昨天的股市 如今中国已经不是小孩了 世界GDP排名那是第二 一不留神的中国股市 真的能够让老美们都感冒了 这时候再想一想 刚才我瞎猜的中国2007年的股灾 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预演 难道这一次又要带来另一场全球的危机吗 哎 那要先看这次股灾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一般的分析认为呢 是内外因素共振的结果 内因是什么呢 就是告一段落了呀 证金公司收手了呀 从接盘侠变成了监护人了 加上IPO啊 和这个再融资早晚要恢复 市场压力呢 开始增大 外因是什么呢 美元加息临近了 人民币贬值带来新一轮的这个全球货币贬值潮 从而引发了大宗商品市场啊 这个雪崩和国际股市的调整 显然 中国央行 8月11号的人民币汇改 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压力 那你说人民币汇改不应该吗 消除泡沫 坐实资产 回报不是必须的吗 诶 这就是我们说俗了那句话 所有的问题都要通过改革来解决 思路很清晰 泡沫呢 不能当饭吃 必须振兴实体经济 但现实真的很窘迫 企业融资成本长期居高不下 钢铁价格跌到了1993年水平的70% 著名的这个克强经济指数也频频发出预警 7月中国铁路货运量锐减了多少 10.9% 已经连续两年多 是疲弱的态势 全社会的用电量也同比下降了1.3% 不运货 不用电 那经济能景气吗 而前几天公布的代表工业景气指数的财新PMI的这个指数 就是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这个数字呢 已经连续多个月 在50的这个融枯线以下 8月再一次下跌 创下了2009年3月以来的最低 怎么办 中国在下一盘大起 通过什么反腐败呀 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呀 等等诸多的改革来激活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呢 把支撑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从城镇化加房地产转移到实体经济上 这其中呢 股市的IPO的这个注册制改革 至为关键 是中国从印钞票时代切换到印股票时代的关键一招 按说呢 这是一个理想化的设计 但是种种迹象显示 这轮股灾表面上是去杠杆之后的去泡沫的这个过程 但真正的原因是政策的天平再一次向改革 向实体经济发生了清洗 去杠杆呢 去泡沫呢 当然是必须的 是治病的 这个治病的过程呢 从来都不是缓慢而温柔的 必然会伴随着金融危机的袭击和财富的重新洗牌 这就需要一定的身体底子 如果不顾身体太弱 下了虎狼药 那病治不好 还可能要了命 眼下就又到了选择救命 还是治病的关键时刻 我们再一次来瞎猜一下 什么光印钞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什么股灾不能延缓IPO注册制的改革 这些都对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但都放放 现在要紧的是救命 救自己的命 也救老美的命 救老美的命 也是救自己的命 我们会重新拿起那些我们已经不懈的 我们已经批的一臭万年的武器 暂且救命 降息降准 也许只是又一个开场而已 唯一令人担忧的是 即使是救命的药 也没人知道 管不管用 本周的第三关 市场的阴谋论又起来了 说主力砸盘3000点 那是企图倒逼出利好的出台 管理层还真不含糊 你不是要利好吗 当晚就宣布 降息降准 给你个胡萝卜 管理知道呢 不外乎就是胡萝卜加大棒 所以别得意 大棒也随之而来 这大棒呢 还打出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警告券商 那当天晚上呢 海通证券 广发证券 华泰证券和方正证券 同时公告 被立案调查了 第二个层次呢 也是当天晚上 新华社发布消息说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徐某等八人 涉嫌违法从事证券交易活动 财经杂志社 王某或同他人 涉嫌编造并制造传播证券 期货交易虚假信息 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刘某 及离职人员欧阳某 涉嫌内幕交易 伪造公文印章 这些人员已被公安机关 要求协助调查 这里说的证监会的工作人员刘某 是证监会发行部三处处长刘书帆 离职人员欧阳某是原证监会处罚委主任 欧阳建生 从细节的描述来看 这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相当的证据 只是在25号当天晚上 把他们当大棒子砸下来了 这第二个层次的另一个分支 就是中信证券徐某 此人是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徐刚 徐刚和他供职的中信证券 那是相当有背景的 这个中信证券是中国数一数二的证券 差不多算是证券业的共和国长子 董事长王东明家庭背景显赫 徐刚在证券业内也是声名显赫 曾经担任过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的合伙人 之所以提到这个事呢 是因为这个研究中心就是业内赫赫有名的联办 联办的第一合伙人是王波明 就是刚才提到的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的兄弟 联办旗下呢有将近20家媒体 著名的就有财经杂志和和讯网 之所以提到联办提到财经杂志 是因为马上要讲到这次大棒打出的第三个层次 财经杂志王某 也就是财经杂志社的记者王小璐 把王小璐单独提出来作为第三个层次 是因为此事又一次牵扯到当下灰头土脸的新闻界 王小璐好像也不是事先准备好的大棒 8月25号晚上10点左右 王小璐在家里边被公安机关传唤 杂志社也没有收到公安机关的通知 王小璐到底犯了什么事呢 按财经杂志声明的说法呢 是上个月20号啊 财经发表了王小璐才写的报道 叫证监会研究维稳资金退出方案 当天呢 证监会发言人公开表示报道不实 此后呢 财经杂志呢 还应监管层的要求进行了书面的说明 此次捉拿王小璐新华社的说法是 伙同他人涉嫌编造并制造传播证券 期货交易虚假信息 不知道新华社的说法和财经杂志的声明 说的是不是一回事啊 一个月前王小璐写的维稳资金研究退出方案 确实是砸了股市一个跟头 这和证监会的旧事努力 那是背道而驰的 也就是所谓的负面报道 但不知道这个报道是有事实依据的 证监会确实在研究维稳资金的退出方案 还是像新华社所说的 伙同他人涉嫌编造虚假信息 那如果是编造虚假信息呢 我就在想这王小璐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 在新闻报道当中啊 确实有正面负面之分 所谓正面报道呢 一般是和领导机关和监管部门相一致的报道 负面呢 当然就是不一致的 但负面报道呢 也有正面的作用 比如这次股灾发生以后 那有股民就说 说当初呢 全是什么政府市啊 国家牛的说法 四千点是牛市的开端 多正面呢 可是那个时候 要是有媒体提醒股市风险 我就不会把身家全都砸进去了 现在是后悔莫及啊 正面可能判断错 但不会惹麻烦 王小璐那是负面的 他进去了 财经杂志呢 想解救自己的记者 声明说 杂志社对正常采访行为 承担责任 并维护记者 依法履行职务的权利 关注其享有的其他合法权益 我觉得呢 财经杂志的努力是正当的 但结果不乐观 心有余 可能力不足 多年前呢 中国记者呢 也总是遇到麻烦 但也有好的结果 2008年 法治日报下属 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 写了一篇报道 叫辽宁西风一场官商较量 四天以后呢 当事方西风县委书记 张志国 派出三名警察 到了北京 对记者下达了 拘传手续 理由是涉嫌诽谤 后来这张书记呢 因此被免职了 2010年呢 经济观察报记者 邱子明 因为报道上市公司 凯恩股份的内幕交易 遭到了浙江 利水警方的网络通缉 后来呢 最高检做出了 有利于新闻界的 立案司法解释 但是再后来 新闻界呢 就越来越灰头土脸了 前年10月 广州新快报记者 陈永舟 因为报道 中联众科的财务问题 被长沙警方 跨省抓走了 罪名是涉嫌 损害商业信誉 新快报呢 当时还公开呐喊 请放人 说 毕报 虽小 穷骨头 还是有那么两根的 但很快 陈永舟光着脑袋 在电视露面 他向民警承认 是受人指使 收了人的钱财 当然呢 陈永舟呢 也被批捕了 如果事实真像陈永舟 向警方坦诚的那样 就不要说陈永舟 只是新闻界的少数个例 不要辩解 陈的职务行为 是否应当被抓 不要去追究长沙警方 做谁的商务奔驰去抓人 也不要猜测 中联众科背后 是否有违法行为 一码归一码 如果记者 收钱写报道 这就是新闻界的丑闻 就是媒体人的耻辱 就必须认这个载 问题是 对于新闻报道的纠纷 本应以民事的损害名誉权来处置 原告被告平等 双方可以在法庭上 攻防争辩 但现实当中 往往是警察就直接出动了 直接按刑法来 一把就把记者 耗进了大牢 先给你个下马威 不能因为陈永舟 是少数人 就不承认 这是新闻界的丑闻 也不能因为一个陈永舟案 就让全体记者处于恐惧当中 陈永舟事件告诉我们 持证的记者不一定都能遵守职业准则 不持证的大V小V里 也不都是坏人 就像央企中石油 那也可能发生腐败 而草莽民企 也会有好汉 野蛮成长 到了去年 新闻界的灰头土脸 达到了顶峰 9月3号晚上 21世纪王主编等人 被警方带走了 警方的用语是 一举抓获 就好比一举抓获 卖淫集团 一举抓获贩毒集团 一举抓获腐败乌案 一举粉碎四人帮 透着这个 喜大普奔的成就 接着呢 21世纪传媒公司 总裁沈浩 被警察带走了 沈浩呢 是什么人 对他呢 有这么一段描写 你听听啊 在1990年代 中期以后的十余年里 他是这一代 中国媒体人 心目中的偶像之一 甚至就是最完美的那一尊 他纵横百合 他才华横溢 他温文尔雅 他内敛低调 他一言九鼎 他温柔专情 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 他就是男神 男神犯了什么错误呢 警方公布的暗游是 涉嫌新闻敲诈 在新华社的报告当中 沈浩承认 通过负面的新闻 收企业的钱 哎 男神 沈浩都招了 这让一众新闻圣徒 如何不悲从中来 大家知道呢 中国的媒体定位呢 有点分裂 说是公共媒体 但却又或多或少的 进行着商业运作 明目上呢 是行政的 却又吃市场的 两头便宜都占 正是这种不思不雄的杂会呢 才催生了中国新闻界的堕落 使新闻界成为了一个 灰头灰脸的行业 诡异的是呢 还有个别官员 以把控新闻主旋律的 这个名目 打压媒体 牟利自肥 扼杀着中国奄奄一息的 这个舆论监督 比如 湖南称州 三不准的宣传部长 樊贾生 哎 当非法小煤矿 发生矿难以后呢 这樊贾生常常是封锁消息 他曾经以市委宣传部的名义 下发三不准的文件 一 不准和外来媒体提供新闻线索 第二 不准招待外来记者 第三 不准和外来记者串联合作 但之后呢 他自己却收受 矿主赠送的这个干股啊 和现金 2007年11月 这樊贾生啊 被判处19年的徒刑 扯远了 我很关心王小璐的命运 也许他很快就会上电视 痛哭流涕 坦诚错误 也许呢 他啥事没有 他是认真做新闻的 不管什么结果 他出来以后 我猜他一定不愿意再做记者了 至少不会再写负面报道了 好了 登高才能望远 宏观可知天下 各位 下周见 下周见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